中华民国国际舞蹈运动总会率领了40多位舞者组成了台湾代表团 参加在韩国首尔所举办的世界肚皮舞大赛 今年台湾的代表队是不负众望 面对了来自于日本、俄罗斯、沙古地、阿拉伯等9个国家的高手 还可以一举夺下了24个奖项 其中又以涌奪了大赏的职业个人组冠军郭盈林 获得了全场的最高荣誉 随着节奏尽情扭动 这场在首尔举办的世界肚皮舞大赛 一共吸引来自日本、台湾、俄罗斯、巴基斯坦、沙古地、阿拉伯等 共9个国家约数百位选手参加 台湾代表团今年由中华民国国际舞蹈运动总会领军 率领包括个人组、团体组以及儿少团体组等 共40多位舞者参加 这场国际型的舞蹈大赛 可以看到各国高手使出十八般舞异 不管是结合铁扇或是彩带 所营造出来的民俗舞风 或是纯粹以身体力与美 展现出来的肢体韻律 让人深深感受到肚皮舞的无限魅力 台湾对今年表现成果亮眼 职业团体组Dancing Queen 一开始以三人舞优雅登场 随着节奏的变化 慢慢增加成为舞人的组合 团员们默契十足的变化队型 以出色的舞技惊艳全场 并为台湾一举夺下职业团体组的亚军 另外包括夏威夷个人组 业余个人组以及儿少双人组等 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其中又同个人组李和如年仅六岁就勇闯舞坛 为台湾夺得一个亚军 很高兴能够带领台湾代表队来到韩国参与竞赛 那其实我们台湾的队伍来韩国参加竞赛 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那其实在过去我们看到韩国舞者的 不论是舞技服装以及表情 都让我们为之惊讶 那台湾就是除了以学习观摩的角度之外 我们的舞技跟小朋友的技巧 他们表现也都逐年在成长 全场最高荣誉是由舞艺艺术家郭盈玲 勇夺职业个人组的大赏 也就是金牌大奖 让台湾在国际舞台绽放光芒 台湾代表团今年一共包办了24个奖座 让台湾舞到实力在国际间发光发热 也期许这些努力的表演艺术者 继续为台湾舞出自信舞出骄傲 台湾舞官电视黄群 韩国首尔采访报导